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阿里山林厂 巴仙山林厂 还有太平山林厂 而到了国民政府 为了要赚取外汇 砍伐天然林外销木材来支撑经济 开辟通往森林运输木材的道路就是林道 森山林的一条条林道就像山林留下的血泪 1989年 政府宣布天然林禁阀政策 原来运输木材专用的林道逐渐废弃 或者转变功能成为部落居民的生活道路 还有森林的娱乐道路 例如太平山林道跟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巴仙山林道跟巴仙山森林游乐区 大陆林道以及官物森林游乐区等等 林务局管辖的林道总共有81条 总长1646公里 其中主要的林道15条 总共274公里 次要林道有35条 总共932公里 一般林道有31条 440公里 仅仅只有三条林道 后来依照公路法的规范 提升为专用道路 但是林务局虽然有自删 还有林道养护人员的编制 但是终究不是公路管理单位 而且林道都位于台湾生态敏感山区 所以没有办法依照公路法的规范 来维护施工来保障行车的安全 我们在从林务局每一年 仅仅只有两亿元的 林道养护预算来看 平均每一公里的林道 养护的经费不到15万块 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出 林道的养护现况 根本没有办法保障游客的通行安全 而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 以生态保育为核心价值 却连林道的养护人员的编制 都没有的国家公园 我们来看一下雪坝国家公园 它所管辖的大陆林道东线 它是通往大坝尖山的必经之路 全县位于生态敏感区 长达19公里的林道 近五年来 每一年平均的养护预算 只有80万块 也就是说平均一公里的 养护经费只有4万块 所以雪坝国家公园 必须以管制措施来保障 登山客的安全 现有林道的机动车辆的通行 如果不是紧急救护 周边部落的族人寻根 祭祖或者是当地高山协作员 执行勤务之外 必须是管制的 而就在去年的12月底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 他在前往大陆林道东线视察之后 他自行就在他个人的脸书账号发布 将在行政院要推动 大陆林道东线接驳车方案 让登山客可以非常方便的登山 这个贴文在各大登山社团 引发了山友的论战 张政伟说 经过历史调查 现况了解 实地勘察 咨询专家 并且广泛跟登山团体讨论之后 本人也就是张景生 他要正式向内政部提出 大陆林道东线 提供登山口接驳服务的建议 张景生他是现任政务委员 当年陈水变执政的时候 他是金建惠副主委 他平常就非常喜欢一日登山郊游 2004年 他在登山郊游的时候 心血来潮 他认为山区道路是造成生态浩劫 应该要管制 所以禁止所有新屁 或者是修复 或者是拓宽道路 后来呢 他也在媒体发表 万恶路为首的文章 他指控山区道路是万恶之首 张景生自己操刀也写了 国土富裕策略方案 并且在2005年 经过行政院的院会通过了 开始用控管制山繁洪 还有山区的农路修复预算的方式 来管制山区的道路 现在的政务委员张景生 又是一日视察 大陆临到东线之后 心血来潮 他发布将在行政院推动 大陆临到东线接驳车方案 他要用接驳车 大举载客进入他所谓的万恶路为首的山路 方便登山 15年前 张景生突发奇想 全面管制山林 15年后 张景生又突发奇想 要全面开放山林 张景生 你难道不知道 开放山林这一年多来 山难树增加了多少 有多少的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备 这真的是典型的一张嘴之国 搞得后遗症连连 而各单位也贫于奔命 开放山林政策 已经让过去一年多来 行政院所属的各部会 在没有完整配套措施之下 陷入了横向联系不足 毫无分工的执行窘境里 行政院草率宣布政策 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第一 山难数据不断的攀升 我们来看在2020年 山难总发生数 总共有453件 是2019年的2.2倍 山难总发生的人数 总共有654人 是2019年的2.5倍 死亡还有失增的人数46人 是2019年的1.5倍 看到这样的数据 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吗 在中央除了内政部的空勤总队之外 一般的救难都属于地方政府消防单位的权责 开放山林之后 消防救难人员疲于奔命 并且经常性的需要民间人力的资源救难 但是政策却完全没有办法保障民间人力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在去年的9月发生了我的族人 为了要配合消防局三难的搜救 车辆停放在中雪山2300道 被落石砸毁 到现在还索赔无门 第二个 原住民部落环境恶化 走向山林的过程 必须先经过山区原住民族部落 部落腹地不足 交通道路蜿蜒狭窄 除了没有停车空间之外 大量的游客所衍生的垃圾问题 更是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 还有生态的环境 同时部落周边的水源地 祖林地 更因此被妄为的游客 任意的污染践踏 第三 林务局跟国家公园等等的山里管理单位 近年来预算不断的缩减 行政院举着开放山林大旗 讨好山游 然而山里管理单位的人力 还有预算 却不断的缩减 2020年度 96%的山难事件 就发生在这两个单位的管辖范围里面 台湾山林几乎都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我们非常愿意 也乐意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之下 和大家分享山林的美好 但是开放山林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在没有政策检讨之前 我们反对任何山林政策的松绑 我们必须记取过去一年来 山难数据不断攀升的警惕 开放山林不只需要配套措施 更需要与在地的原住民族部落沟通讨论 否则这都只是昙花一现 取悦少数人的政策